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茨 今天也是阴天了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下雨 在日本这个季节呢 是叫做梅雨季节 一般是在六月中旬开始 然后就进入梅雨季节 会持续两周时间 但是今年的梅雨季节特别的长 其实在梅雨季节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意思 专属于梅雨季节有一种盛开的花 是非常的受日本人欢迎的 那就是紫阳花 今天呢 阿茨萨就叫大家一款 适合梅雨季节做的紫阳花美甲 我觉得好像我每个季节都会 不是 我每年的这个季节都会出一款 这个紫阳花的美甲教程 不过今年呢 不过每一年还是有一些新意的 是不同变换的 今年的呢 大家就拭目以待 要做这款紫阳花美甲呢 首先我们要在甲面上涂一个单色 阿茨萨在这里面选择的是粉色 做完灯之后 下面我们就要描绘我们要画的小花花了 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稍微随意一点 这样看起来更加的自然 记住紫阳花的花瓣是四片哦 在这里我们再添几片叶子 让整体的设计看起来更完整 接下来就是给我们的小花花上颜色啦 我们在选择颜色的时候要注意深浅要有变化 尽量差别比较大的颜色会比较好 在这个时候只是上大概的颜色 即使是涂出去也没有关系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颜色之间要错落有质 接下来呢注意在这边我们涂一层透明胶 然后这一层是不需要照灯的 下面这步呢就是我们这个款式的关键了 沿着我们刚才画好的花瓣勾出花瓣的线条 接着刚才涂的透明胶的缘故 我们可以画出非常细的线 也是这些细线可以让我们的款式看起来更加的细致 我们可以画出花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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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瓣 そして这些细线可以安装的花瓣的花瓣的花瓣能 我们可以画出花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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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瓣 但是我们可以画出花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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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瓣 这样看下去是不是完成度高了很多呢 为了凸显雨季的效果 我决定在这个款式上再加一些雨滴的元素 阿泽散在这里用的是有极光效果的亮片胶涂在想要强调的地方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在空出来的地方点上一些小圆形 放大一些看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设计确定好之后呢我们刷一次封层 接下来就要做3D的水滴效果呢 阿泽散在这里用到的是索菲拉的延长超级封层 这个胶不光是有延长的作用 它也可以作为封层直接使用 这样我们在做完3D效果的时候就不用再涂一层封层了 谢谢大家 仔细看水滴的效果是不是很明显 OK那么这一款紫阳花美甲就到这里了 这次的紫阳花美甲教程有没有学会呢 如果喜欢阿兹萨就点下面的小信心告诉我 关注我了解更多日本美甲行业信息 我是阿兹萨一个留日七年的美甲师